知名折扣连锁店$3宣布 由于通货膨胀持续处于高水平 导致公司过去原本可以1.25美元出售6到8颗的纸带鸡蛋 但随着供不应求与成本入不敷出 现在$3已经无法再持续供应并寄此获利 有鉴于此最终不得不做出停卖的决定 且对不少消费者来说 如今上超市买一盒鸡蛋 感觉就像是买金蛋一样 如此昂贵的价格不止无法符合$3薄利多销的经营理念 且更让人忧心的是 上游迟迟无法解决的供应链短缺与高生产成本一律 始终让鸡蛋价格数个月以来无法大幅度下降 并且让大多数的零售商纷纷决定跟进提高鸡蛋价格 以避免亏损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